看節目 拿禮品 觀眾只要留意今集樂在奇居內容 答對節目結尾的問題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由Kuso House送出一千元家具禮券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樂在奇居 繼續有我潘充正 今天非常榮幸請來池磚王的CEO Bincent Lee和他們的室內池磚設計師 Frankie Chan上來為我們聊聊天 Hello 你好 Vincent 多謝你上來 多謝你Frankie Thank you 請了兩位池磚王的猛人上來聊天 我當然要問一下關於池磚的事情 兩位可否為我講一講 或者講給我們的觀眾知道 其實以前的池磚 和現在的池磚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我想我講講 以前的池磚叫做高溫磚 大概是用一千度去燒 現在譬如我們公司的產品 已經達至到Perselin 全世界池磚最頂級 意大利池磚都是用這個去做標準 Perselin這個為什麼呢 中文的學名叫池質磚 硬度就非常之高 它是適合任何的切割 和再做一些雕刻 其他加工的作用 最不同的就是在這裡的位置 其實它比以前的舊的池磚 硬度高了很多 其實在設計上 會否可以做到多些不同的設計出來 舊時候的池磚 我們媽媽的年代 另外一間家的池磚會五眼六色 可能全屋的池磚加起來 有十個八個顏色 但是現時其實是 輕比較簡約一些 也有些主題式的設計 也可以看到 現時我們有些 池磚上面有些設計 也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知道以前的那些 池磚是不可以有一個切割 媽媽的朋友 但現在的池磚是否可以切割呢 現在的池磚全都可以切割 全部都可以切割 不如這樣吧 我知道有些可以切割的 池磚的照片 都有帶上來 或者我先看看 可以切割的池磚是怎樣 好嗎 阿芬琦可否為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跟以前的池磚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以前的池磚 多數都是用上牆 下牆 和腰線去組合一個 浴室的設計 好像這個 富士蓋時代的浴室設計 用不同大小的瓷磚 去鋪貼了一個 不同的模型出來 對 沒錯 好像這個浴缸 這樣站下去 很有立體感 很有層次感 不會像以前那些 變成一個尺寸 一個格子那麼大 就那麼大 一塊塊這樣組合出來 變成現在可以有些窄的 有些不同的格子 的長闊度都會出來 沒錯 還有我知道 剛才我有問過 就是現在的瓷磚 因為硬度比較高了 可以做到一些特別的設計 剛才阿Vincent也跟我們女兒說過 其實我在做節目之前 我有偷看過你們帶上來的照片 我看到有一個設計 是洗手間來的 我自己覺得是很有主題 好像如果我入一間餐廳 不要賣廣告 如果我們有一間餐廳 是一個森林年代的餐廳 我覺得這個洗手間 就絕對合用 不如我們欣賞一下 這個瓷磚造出來的設計 好嗎 好 可不可以為我們講解一下 這個設計上面 特別之處在哪裏呢 這個就是我們設計師 就是融合了 朱羅紀年代 和馬雅年代的 將兩個設計 混合在一起 當我們去如次的時間 突然間你會感受到 那隻暴龍好像衝了出來的 OK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一個特色 是不是很立體 我覺得是很3D的感覺 是否現在整個洗手間 全部都是用瓷磚鋪 或是在瓷磚上挑剔出來的 全部都是 除了背部 看到角龍的那個 純粹去噴畫之外 其實全部都是瓷瓷 雕刻藝術瓷瓷 全部都是用瓷瓷瓷瓷瓷出來 對 甚至地上的那個 那是我們洗手間的系列 代表性LOGO 是的 其實我看到 那裏是否起高一級 好像感覺上 那裏就是一個企缸的設計 哦 是的 但這個本身 那是否真的一個企缸 即是預料成為企缸 是的 裡面企缸位有一個圖騰 馬雅的圖騰 加強馬雅的氣氛 我想問一下如果要做一個這樣的設計 一個瓷磚要跳黑 又要特別去慢慢砌出來 時間上要多久和長不長呢 一個主題式的浴室 我想大約要遇到連設計要有六十天 都有六十天 是的 因為鋪砌的時間 功夫會長很多 亦都要有專業鋪砌的人員去砌 不是普通的師傅做到 要特別一點才能慢慢鋪砌出來 是的 沒錯 我想再看多次這個照片 我覺得這張照片很棒 讓觀眾可以再欣賞一下 還有一些問題我自己突然幻想出來 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Vincent 現在那個暴龍的黑色是坐廁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其實我突然有一個很卡通的聯想 老實說 平時如果我們真的如廁的話 都是我快快吹吹就出廳也好 或者回房也好做自己的事 但是我突然想法就是 如果我去我家的洗手間 如果真的有這麼漂亮的主題 我可能我去洗手間之前 我要去這個廚房 拿個水果 那時候我會進去 在那個龍口那裡 好像為他吃蘋果一樣 甚至乎剛才Franchi有說過 在那個龍口那裡安置一個紙巾 紙巾也不錯 好像在拉筋 暴龍條舌 條舌 我覺得 是很 怎麼說 很興趣 是的 當然 當然不要破壞他的整個設計 但是如果卡通化的話 我覺得是會帶到一個歡樂 給那個用家 不只是一個藝術 是漂亮 甚至乎可以給到一個歡樂 給不同進去需要用到洗手間的人 其實我又想問一問其他的問題 譬如 我想問一下馬賽克我們就聽得多了 其實瓷磚馬賽克和馬賽克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馬賽克 英文叫做帽子 在歐洲也有千多年歷史 而瓷磚馬賽克就像前面這些 後面有網底 就是這裏 是的 而前面這些 就是用精工切割出來的細瓷磚 貼到不同的Pattern 可以做到千變萬化的設計 但是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個瓷磚馬賽克的質料上 和這個馬賽克的分別大不大呢 普通的馬賽克 就是我們經常見到的馬賽克 多數都叫做玻璃馬賽克 是的 這些就是跟我們在洗手間 用的瓷磚一樣材料 一樣材料 這些其實是一種環保產品 還是環保產品 是的 這些其實是利用了加工出來 剩下的廢料 然後我們再加工 造成 造成的 利用了剩下的廢料 這樣也不錯 因為現在香港人 不要說香港人 全世界人都在說要環保 變成漂亮之餘 我們還可以迎合整個大趨勢 Green World 一個綠色的世界 沒錯 可以配合 香港有本這個家居雜誌 就是選了我們這些 Time Moseco 藝術瓷磚馬賽克 作為這個環保的瓷磚產品 是的 好厲害 真的 還有我知道 除了我們有帶一些實物上來之餘 我們還有兩幅圖片 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瓷磚馬賽克 組出來的pattern是怎樣的 不如我們看看照片 好嗎 好像我幫有個客人 設計這個飯廳 客廳的 以前的電視機 是牛龜那麼大 現在新式的電視機 是很薄的 因為以前那是膽機 而且是流行掛牆 在電視機後面 做一幅主題牆 用了我們這些 附藝術性的瓷磚馬賽克 令到整個客廳的格調提升了 這就是剛才那幅牆 其實也是 對 但是我看到感覺是很有立體感 好像一格一格凸出來 對 利用了不同大小的切角瓷磚 因為它做了網底 施工就很簡易 對 跟一般的馬賽克 就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 一般的馬賽克 就另外質料不同 對 對 我也想問一問 其實一般的馬賽克 我們看下去的時候 都會比較平面一點 就不負立體感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又想用馬賽克 拼到好像很立體 或者很3D 有個視覺上的錯覺 那又有沒有可能做到出來的呢 對 如果用視覺這個效果 可以 好像有一張照片 我帶了一張照片上來 就是 用瓷磚抹在黑 平臭了一個 Pattern 感覺上的瓷磚 好像歪歪曲曲 明明是平的 但我們看出來就好像很立體 或者好像 凹了進去 或者凹了出來 對 都可以嗎 都可以 我們看看那兩張照片 好嗎 好像這張照片 看下去 瓷磚好像歪歪曲曲 是 其實就是直的 是 我突然間很迷幻 好像喝了少許酒 開始有點維穩 的感覺 我現在看到了 現在看出來就是 好像彎彎曲曲 斜了這樣 但凹出來又會是 感覺如何呢 其實我們去看看 好嗎 這裡好像 你見到 利用了視覺藝術 黑色和白色去做 原來可以出到一個 好像一個波衝出來 其實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些馬賽克 要做一些特別的 例如立體效果 又或者一些 有些線條的效果 好像凹陷了進去 這樣 如果砌一幅這樣的牆 大概是 一幅 怎麼說呢 一幅長 我想十尺成十尺的牆 要砌多久呢 會不會需要很長時間呢 其實都不會說 很長 因為已經做了網底 和平時磁磚的鋪砌 施工方法差不多 嗯 我想問一下 其實一般來說 譬如我們要砌一些比較特色 是砌好了 才放到牆上 因為它有網底 剛才你說 我們砌好在網底 然後才一二三 黏在牆上 還是都需要在牆上 慢慢有個工序去做 其實呢 當它磁磚感癡就可以了 嗯 我們已經設定好了 是很容易 師傅就沿用它以前那種方法 就已經可以了 嗯 另外 因為 每一個 我們叫做 藝術磁磚馬柴 其實每一件都不同樣的 嗯 我們都已經有五六百個設定 嗯 但都是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樣子 嗯 OK 我想問一下 譬如 磁磚牆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叫做 我經常都聽到的 就是叫做 主題牆 其實什麼叫做主題牆 剛才那些又算不算 已經是一個主題牆 譬如我們看到剛剛 用這個馬賽克的 磁磚馬賽克 砌出來的 算不算一個主題 主題牆 怎樣才算一個主題牆呢 Vincent 其實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 誤會 其實是 特色牆 有些砌了一些磁磚 或者是那些文化石 就覺得這個是一個特色牆 嗯 其實 磁磚來說 要有一個主題性 我們才叫做主題牆 可以有看一點點 我們Designer 設計團隊裏面 設計有些可以看看片 好啊 我們看看照片 這個就是 耶穌的主題牆 OK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基督教徒 一個很虔誠的教徒 他會把耶穌畫師 我的牧者 作為他家居的背景牆上面 OK 最特別呢 你會見到他有個紅色印 是 寫著河馬之家 是 OK 那河馬之家又為什麼呢 原來先生姓河 他太太姓馬 OK 那河馬之家 這個就是 非常之有特色 就是將他們 是 耶穌畫 和他們自己 辛辛苦苦 買回家的 一個整個主題 帶出來 放在他們自己的客廳那裏 嗯 所謂叫河馬之家 有 有 OK 那就是 有配合到一個主題 帶到一個意念出來 一個意思 才為之一個主題上 就不是我們剛才之前看過的兩幅 就是好像一些 磁磚馬賽 就叫做一個圖案 就叫做主題上 是 這個就是一個分別 我知道不止這個 河馬之家的一個主題上 我們還有 不如我們看看好嗎 那這個其實主題在哪裏呢 Vincent可不可以說一說 這個呢 現在套年 新徵頭 OK 但是 其實 來近一年是叫農年 我們已經是為農年 做了很多設計出來 那這個是農的套藤 OK 農年是我們中國人傳統的大年 OK 那農是有吉祥的定義 一個家居 有些 但是這個反而是外國人的設計 因為他們要用上中國的 古代的圖藤 因為這些已經有幾千年了 OK 那用在家裡 這些叫什麼呢 這些叫潮 OK 那這些是叫做特色牆 這座牆的右手邊那些呢 其實呢 有些觀眾可能會誤解 其實旁邊那些叫磁磚牆 OK 你要整個的 整個效果呢 那你叫做特色牆 真是叫做一個主題式的特色牆 明白明白 我學會多一件事呢 什麼叫做這個 這個 這個叫特色牆 特色牆 是要帶到一些的特色出來 或者我覺得 河馬之家那個呢 是真的很棒 因為其實剛才 阿賓神有一件事 剛才教過我說了 對著鏡頭有點緊張 還沒說出來 一對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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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除了主題牆之略魚 我知道有些像中樓一樣 又或者是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 或者我們可以先看看照片 讓Binzen或Frankie為我們講解一下 這是代表甚麼? 這就是中樓 可否為我們講解一下? 這幅特色牆 特色在哪裏呢? 我們近兩年經常在皇后像碼頭 有賊集體回憶 中樓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很遙遠 因為它是尖沙咀 和我們家未必有關係 但原來我們可以把中樓做在自己的家 尤其是有些跟我們有個尖沙咀的中樓 跟我們有很多的家庭 亦都很有故事 譬如我們兩個的拍拖 在那裏開始的 可能在中樓下我們求婚 亦都會見到我們設計師 可能在左上角 亦都有兩隻自由自在 非常的兩隻鷹 其實這是在講一個家庭的故事 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其實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是 一對可能是有差不多一年多的夫婦 他就在這裏 家庭是由這裏開始的 在這裏求婚 然後去到現在是有時間 坐定自己的家的時間 就將家的開始 家的起點 就放回自己家的特色場上 兩個坐在這裏吃飯的時間 可以很懷緬我們自己以前那種開心的感覺 我們這些叫做特色場 嗯 交都叫少一點 因為很老實 就算真的有些甚麼不開心 你一見住的時候 我們這麼辛苦 才大家經歷了這麼多 又在那裏開始 人會小不免都會懷緬過去的 還有我看到剛才那個特色場上有兩隻鷹 會否代表了他們兩個很自由自在的意思呢? 即是意念呢? 是的 喔 是阿Frankie做的 其實是否真的給我猜中是這樣的意思呢? 其實就 其實就 那兩個隻鷹呢 代表他們兩夫婦 是很自由自在的天去飛行 是 還有 譬如吃飯的時候 看到兩隻鷹都覺得 啊 舒服 真是 很甜蜜 很甜蜜 很窩心 很窩心 這個也是 或者我們現在 家的文化 也絕對配合我們節目的名稱 樂在其居 即是很快樂 在家裏面 那另外呢 其實我又想問 了解了這麼多 瓷磚上面的東西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 如果我要用瓷磚來做一個設計的話 那我們有什麼要特別去注意和留心呢? 瓷磚呢 其實現在我們二十一世紀 我們講的是高科技年代 不過家居的設計來說 就是比較簡約一些 不是那麼流行以前 我們又講媽媽的年代 一進入家裡的時間來講 瓷磚廳一隻顏色 那浴室有四五隻顏色 另一個浴室有三四隻顏色 廚房也有一兩隻顏色 原來全屋加起來 已經變成了有十個八個顏色 是很快樂的 那現在我們叫做簡約設計 可能全屋的瓷磚加起來 以色系來說 可能是三個色系 已經是很舒服 還有就是瓷磚 家居磚最重要要注意的是安全性 是 因為可能有小朋友 也有老人家 我們一定要注意他們的防滑系數 OK 那麼 雅面磚呢 剛剛在未來這幾年 也都會打行其道的 雅面磚 是雅面磚 因為光面給我們的感覺上 都比較刺眼一些的 譬如我們坐在沙發裡 OK 回到家很辛苦 做完事回到家坐在家 那發覺 那些燈光 或者有時候的陽光會刺眼 令到人是不安的 那雅面就當然了 坐在那裡的時間來說 它是提供我們一個格調 OK 而且在設計上 比較時尚 現在我們各大的商場 你會看到其實都在走在雅面 是啊 好像我剛才看其中兩幅照片 就是那個瓷磚馬賽克 組成出來的 變成有個模式之餘 也不會很刺眼 如果你說馬賽克這樣做的話 變成光 你看電視的時候 有些光 由馬賽克反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真的會令到眼睛很辛苦 是 還有我又想問到一件事 因為我想了解一下 什麼叫 剛才我說的一個特色牆 但其實那個特色牆都很大塊 其實都可以說叫做一個壁畫 但其實特色牆和壁畫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我知道你們瓷磚王 很厲害的 有一個叫壁畫的紀錄 在講紀錄的時候 我們又看一張照片 一邊看一邊講 好嗎 Vincent 好 我們其實就是 在會展展出了一幅 高度是六尺 長度是四十二尺 這幅叫做城勢維港 有個藝術家的提名 城勢維港 這個城勢維港 香港其實 在中國 或者全世界來講 是一個很少很少的海港 但你會見到我們的維多利亞港 是非常之 令到全世界人來講 來到都覺得很震驚 這麼少的海港 經濟這麼蓬勃 這麼多高樓大廈 那怎樣捕捉這一刻呢 我們就是用這個藝術瓷磚 將全景把它丟下來 當初為何會有這個概念 去做這個 叫做城勢維港的壁畫 因為 這個瓷磚壁畫應該是吧 沒錯 因為我們叫做瓷磚網 我們當然要做一些 叫做 配合我們這個名 我們足足用了一年的時間 將這幅的壁畫 先生產出來 由設計去到完成品 才做到 其實我想問一下 在做這個城勢維港 這個壁畫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在裡面呢 現在我們見到這一幅 是完成品 但是背後來講 還有十幾二十幅 是大家見不到的 是要做了很多幅 到最後真真正正正能夠平砌到 有一幅是我們叫做 Perfect 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只有 一幅 真的很好 還有我發覺到多一件事 就是 我將來要挑釁瓷磚的時候 我懂得去哪裡找 我相信 我們電視機旁邊的觀眾 都應該知道 應該去哪裡選擇 其實今天非常多謝 賓神你 上來我們 樂在奇居 和我們講解 這個瓷磚的知識 也非常多謝 Frankie你上來 為我們 讓我們看到 這麼多你的設計 今集的樂在奇居 都已經 時間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說 拜拜 下一集 樂在奇居 我們再見 如果大家想在節目完結之後 找瓷磚王 找Vinxon 或者找Frankie幫忙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電話是 2349-4129 或者上以下這個網址 www.kot.com.hk 下一集 樂在奇居再見 拜拜 看節目 看節目 樂禮品 觀眾請留意以下問題 就有機會 可以獲得 由Kuso House 送出1000元 家屬禮券 根據今集節目內容 以前瓷磚叫什麼 A 低溫磚 B 石磚 C 高溫磚 知道答案的觀眾 立即拿起你的iPhone和iPad 在我們Aplus510 App裡面 留言區位置 填上姓名 電話 電郵等個人資料 再將主題選擇 看節目 樂禮品 再在下面內容空格裡面 填上正確答案 節服名稱 和節服播出日期 最後按提交 那你就成功參加 看節目樂禮品啦 答案請於3月30日 中午12點前提交 名額有限 答案的朋友 將以抽籤形式選出得獎者 本台將盡快聯絡得獎觀眾 記得天天貼住優質生活台 大把禮品送給你們呀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